有很多朋友問QQ有關洗面機 市面上的洗面機我幾乎都試勻了 一個月之前我就收到這一部Clinic的星波傑膚兒 一般市面上的洗面機的刷頭是圓形 但它這個刷頭的設計是水滴形 綠色的刷毛比較粗和硬 適合做一些T字位或者磨鼻歌、下巴這些割側層比較厚的地方 而它的白色毛就比綠色毛更柔軟 適合做一些大範圍的清潔 我都蠻喜歡它的機身蠻輕便 還有它的時間是30秒自動會關機 就不怕會磨過籠 某些牌子的洗面機的刷頭是自動旋轉的 這些自轉式的刷頭不適當地使用很容易弄傷的皮膚 現在QQ用了一張濕紙巾來做個實驗 我將刷頭輕輕碰住這張濕紙巾 結果將濕紙巾是穿了兩個洞的 可想而知 轉動式的洗面機是有可能拉傷皮膚 接下來我再用這部星波洗面機 緊貼著的紙巾 結果震完一輪之後 我們看的紙巾是沒有難度的 由於星波洗面機是靠磨擦的震動和手動來清潔皮膚 所以比起這些轉動式的刷頭就更加溫柔了 用星波洗面機的話 洗面正確的方式是慢慢好像移動的鈴鐺 我們那個滑鼠平時電腦慢慢向著我們的肌肉 慢慢拉著 千萬不要像省波那樣洗面 選擇洗面機最好是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 我的皮膚就是Cumbo Skin 我的T字位經常會比較油一點 還有角質會比較厚一點 但反而我這些面珠燈的位置 我比較嫩一點 因為我都有用過一些果酸 甚至一些一些果酸 AHA BHA的產品擦面 所以我的洗面機 我只會專注在我的胸口 有時候會生暗粒這些地方 背部和我的T字位 至於這些位置 我們也不要忽略不洗 有時候有些朋友 眉頭都會生暗粒 生暗瘡的話 我們要把洗面機倒轉 用這個比較硬一點的刷頭 不要散煲 像散煲一樣洗面 就是輕輕地拉 這樣拉 這樣拉 由於它高速震動 你不需要又打圈 散煲 這個動作就不太適合 32元筆 大家就不要貪心 又重複又重複 不過也要在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是生暗粒的朋友 本身你已經有些地方 在發脹漲的話 我就不建議你用洗面機 去洗的部分 譬如你說某些部分 是沒有生暗瘡 你可以用在沒有生暗瘡的部分 原因是 你那個地方已經發炎 生暗瘡 你再去刺激 無論你是磨砂 用毛巾去搓它 你刺激那個發炎的地方 都會有機會 第一 令到暗瘡菌 是 spread開去 第二 是更加令到它發炎的嚴狀 是更加嚴重的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等到那顆暗瘡 或者那堆暗瘡 是好一點 才來洗 用這個洗面機 在那個部分 我覺得 鼻頭鼻翼 都洗得很乾淨 由於清潔都做得不錯 所以我鼻哥都沒有什麼 是多啤梨滑的 它差不多軟硬度 對我來說都很適中 另外要說 有時候我們本身的酒米 已經是霧出頭來的話 透過這些洗面機 的確可以幫你剷走 一些已經霧出頭來的酒米 例如酒米已經凸出頭來 那你一刷的時候 它會脫出來 可能有機會會拆出來 但是如果是很deep sea 在蒙囊裡面的一些油脂 或者是髒東西 那因為你的刷頭 始終它的尺寸 不會像納米 可以入到我們的皮膚 所以那些都是要靠水洋酸 或者是其他 我們新陳代謝 慢慢等它是退出來的 那這件事大家就要留意了 這部洗面機值得讚的 是它攜帶方便 以及每一次充電之後 都可以連續使用180分鐘 帶去旅行就非常之輕便 另外它也是完全防水的 無論是室內、室外 或者是shower、浸泡 都是沒有問題的 洗面機除了可以用來洗面之外 亦都可以用來洗身的 好嗎? 希望大家喜歡Quinny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Bye 希望大家喜歡Quinny今次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Bye